因为我就是个校长,我就是个老师 其他我管不了 但是我应该管的,我一定把他管了 他曾被家长多次投诉不务正业 但是却在8.0级特大地震来临的时候 用1分36秒拯救了全校2300名师生 他就是绵阳市桑枣中学的叶志平校长 眼前这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就是叶志平 与一般校长斯文的形象不同 叶志平更像是一名穿梭于工地之间最平凡的工人 因为他自从1995年在桑枣中学担任校长之后 就化身成了包工头 桑枣中学的实验教学楼 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动工建设 但是当时找不到正规的建筑单位 只能找一些零散的人来接活 一栋教学楼渐渐停停 硬是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建好 但是即使已经花了这么久的时间来建造教学楼 可这质量却一眼难见 都没有人敢来验收这栋教学楼 因为教学楼的水泥承重住非常的细 楼层之间应该胶住混泥土的地方 却被换成了水泥袋子 而这样的石板要承受整栋教学楼的重量 就已经很危险了 还要承受学校上千名师生的重量 这就更危险了 但是教学楼建设的时候 叶志平还只是学校的一名普通老师 即使知道教学楼不安全 但是他也没有办法 而他成为校长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决定加固教学楼 每天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 叶志平就会在整栋教学楼中穿梭 看看哪里有安全隐患 他就一一记录下 而他最先关注到的 就是在教学楼旁边的厕所楼 这栋厕所楼为了学生上厕所方便 所以在建的时候 就和教学楼是连着的 然而 这栋厕所楼的质量实在是堪忧 墙上甚至还有裂缝 属于微楼 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 叶志平直接将这栋厕所楼推平了 重新在一楼的位置 建起了安全的新厕所 虽然高楼层的学生上厕所 可能没有之前方便了 但在其他方面 特别是安全方面 得到了极大的保证 厕所重建好之后 叶志平又将目光 放到了楼板之间的缝隙 之前这缝隙里 塞的都是水泥袋子 叶志平偏找人 将这些水泥袋子全都抽出来 然后重新往里面 填充混泥土进行加固 这样 楼板的承重能力就大幅度提高 安全隐患 因此减小了很多 但是光是楼板承重能力强 还不够 最重要的 还是支撑整栋楼建筑的承重柱 之前这栋教学楼的承重柱 只有37厘米的直径 是不符合规范的 于是 他就找人来重新对这些承重柱 进行加固 换成了52厘米粗的 为了确保不会有人偷工减料 他亲自戴着安全帽 穿梭在其中 拿着尺子 一根一根的测量 确保每根柱子 都加固了至少15厘米才可以 教学楼外面贴的瓷砖 他也会要求每片瓷砖 都用钉子在四个角进行加固 然后再往墙上贴 确保不会有瓷砖 因为松动掉落而砸伤食生 由于这些改造都是属于大工程 平时学生们还要上课 所以所有的改造工程 都是在寒暑假的时间进行的 他亲自到县场监督 而加固教学楼的费用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为了能够将这笔费用弹下来 他不停地去教育局申请 这次争取到5万 下次争取到5万 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磨出来 在学生不知不觉间 将一栋微楼 加固成了在地震之下 唯一一栋屹立不倒的建筑 然而加固教学楼 也仅仅是他的第一步 他被称为史上最牛的校长 全校2300名师生 在8.0级地震中无意伤亡 全部安全逃生 叶志平校长这一生 都在为学生的安全着想 除了将学校的教学楼 从微楼加固成了地震中 唯一一栋屹立不倒的建筑 叶志平还会组织学生 进行疏散演练 而叶志平根据教室到楼道的距离 再到每一层楼的学生 正常从教室跑到操场的时间 进行判定 最快可以在1分40秒内 完全疏散教学楼的所有时生 这不到100秒的时间 可能就是学生与死神赛跑的时间 为了能够争取出这100秒 他制定一条固定的疏散线路 大到每个楼层 该从哪个楼道楼口逃生 小到每个班的每一排学生 该从教室的前门走 还是后门走 他都会考虑到 每次练习 他都要求学生 按照制定好的疏散线路 进行练习 他甚至考虑到 在进行疏散的时候 学生有可能会在楼梯拐角处 因为跑得太快 杀不住车 而不小心摔倒 发生踩踏事件 所以 他在每一层的楼梯拐角处 都安排了老师守着 因为老师作为成年人 力量足以在发现 学生摔倒的第一时间 将学生从地上提醒 保证学生安全的同时 也不影响身后的同学的疏散 一开始的练习 一志平都会组织老师 指挥学生进行练习 等学生们熟悉时候 他就开始找各种时间 进行练习 特别是人流量非常大的时间 比如说大课间休息 午间休息 或者晚自习下课的时候 都是一志平 选择练习的时间 因为谁也不知道 意外来的时候 学生们会在干什么 只有全方位都考虑到 都锻炼到 在意外来临时 学生的安全 才能保证到 这种时不时的疏散演练 成了早庄中学的必修课 并且在每周的周二 他还规定 每个班必须进行安全教育 学生普及遇到 意外时的正确处理方式 还着重强调了 交通安全 以及饮食卫生的问题 可以说 叶志平校长 是真的将学生的安全 放到了首位 但是很多家长 却觉得他小题大做 甚至觉得他不务正业 因为在他认真 抓学校安全的时候 其他校长 在抓学生的成绩 他在让老师 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 讲课的时候 其他校长 在让学生刷题 所以有不少家长 都向有关部门投诉他 耽误学生学习 不务正业 这样的声音 他自然是知道的 也曾有人找他谈过话 让他把重心 放到教学工作的组织上 不要搞这些有的没的 甚至老师们 也偶有抱怨 但是叶志平校长 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顶着巨大的压力 从2005年开始 一直到2008年 汶川大地震开始之前 他一直都在 坚持带领学生 进行练习 并且还会亲自监督 每次的演练情况 所有的付出 都会有回报 叶志平校长的坚持 在地震发生时 有了回报 2008年5月12日 汶川发生 李氏8.0级大地震 而视频中 曾被家长控诉 不务正业的 叶志平校长 却让全校 2300多名师生 安全逃生 汶川地震发生时 几乎在一瞬间 整个城市变成了废墟 而早庄中学的师生们 还在上课 当老师们感觉到 剧烈的晃动时 立刻大喊一声 趴到桌子底下 快 所有学生 立刻按照老师说的 趴到了桌下 而在教室的老师 立刻冲到门前 将教室的前后门 全部打开 而此刻的叶志平校长 还在绵阳市出差 得知汶川发生了 剧烈地震时 他发了疯一样的 往学校赶 他祈祷着自己 这么久的疏散演练 学生们一定要记在心里 老师们也一定都熟悉了 但是他还是怕 演练毕竟是演练 在他不顾一切 往学校赶的时候 早庄中学的老师们 此刻正在有条不紊的 组织学生 从教学楼撤往操场 就像之前进行了 无数次的演练一样 每个楼梯拐角 都有一名老师 学生们也没有丝毫的惊慌 排着队一路小跑至操场 等所有的学生和老师 撤出教学楼来到操场 按照指定位置站好 整个过程 只花费了96秒 等叶志平终于赶到学校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全小师生 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上 而那栋他花了好几年 羞羞补补补的教学楼 成了一片废墟中 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建筑 而老师们看到叶志平赶回来后 第一时间报告了学生们的情况 全校学生 阴到2200人 10到2200人 这大概是叶志平听到的 最动听的一次人数报告了 听到学生都没事 他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随后浑身一软 跌倒在地上 这个55岁的校长 此刻哭得像个孩子 他用几年的坚持 换来了一个奇迹 但是他换来了学生们的奇迹 却没有换回来自己的奇迹 地震之后 他一直奔波在灾后重建的第一线 特别是那一年要参加中考的初三学生 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学习 他亲自将复习资料 运到学生的手中 并指导学生进行复习 由于长时间的过度操劳 在2011年 这位拯救了全校2300名师生的好校长 永远地离开了 离开前 他还在操心这一届的中考 因为脑溢血被推进手术室之前 他还说 让我睡两个小时就好 可这一睡 他就再也没能醒来 叶志平校长去世时只有58岁